爽主事 这句30万级最好的邮电混动SUV的slogan 您看今天能批出来吗 不能 slogan法案规定了不能用罪这个字 违反了公平竞争原则和真实性原则 可据我所知 500万以内最好的家用SUV 50万以内最好的SUV 30万以内最好的纯电SUV 这些slogan可都是爽主事您批过的 他们能过而我不能过 这其中是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思乡授受呢 那还不是为了支持民族工业 高情理想 红争万里 永恒直逞 你 你看问题毫无格局 怪不得被叫大错 如果是民族工业便可得到审批 那巧了 我代理的三家客户都是自主品牌 您无法拒绝了吧 同时恰三家 都说你是吃百家饭的 今天也算见识了 好 我给你皮 但也只有一家有权使用这句slogan 你想给谁 热度极高的问界M5 如何 当年叫赛利斯SF5的时候无人问奸 如今从里到外换了华为的皮肤 就敢称热度极高 一个换可扯 你觉得配吗 那我只要证明问界M5各方面性能都比赛利斯SF5好 是改天换地而非改头换面 是不是就配了 打铁还需自身用 增程式混动技术落后是行业共识 再大的嘴也不能大放厥词吧 看来爽主事实更看好我的第二位客户 摩卡DHT PHEV 性能版了 我记得你节目里测过摩卡 也测过拿铁DHT 两部车都是笔下有余 笔上不足的水平 你确定摩卡加DHT就有实力被称为最好 所以我还代理了第三位客户 比亚迪唐DMP 想买他的人从您这儿能排到劣之尊士登 他总配了吧 楚亚迪的身份要摊牌了 我看好谁其实不重要 坐在这个位置上 我只办三件事 公平 公平 还是公平 想当30万级最好的混动SUV 性能这块总得死死拿捏吧 你的三个客户 包括赛利斯SF5 都号称自己是四秒俱乐部成员 何不让他们证明给我看 四部拥有双电机四驱的性能SUV 官方破百用时从慢到快分别是 摩卡DHT PHEV性能版4.8秒 问剑M5四驱性能版4.8秒 赛利斯SF5四驱版4.68秒 航DMP4.3秒 是的 加速4秒3的我必将一记绝尘 Pull to me 那么终点线前 四车的冲刺顺序能成标准的手机信号状 好 三盏红灯熄灭 走 哇 赛利斯跑路这么快吗 我追不上啊 这4秒3 哇 这不行啊 我这个 我抛出个把吧呀 这冲线顺序别说成信号状了 简直比新电图还乱 我们通过四驱车单车测试成绩来复盘一下这场乱成一锅粥的加速大战 比赛当天气氛特别热烈 达到了38摄氏度 力轻跑道地表温度更是高达60.3度 这种汉密尔顿都爆胎的测试条件 无疑不利于四驱车做出最佳成绩 先来看直线加速冠军摩卡PHEV性能版的成绩 别看他跟喝了速马力似的最快完成充线 但他的实测破百用时只排在四车第二 为5.06秒 如此高温之下能做出和官方4.8秒大差不差的成绩 也算厉害了 但摩卡性能版真正恐怖之处 是他在时速120还能迎来第二次推背感 而其他三车这个速度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究其原因是摩卡搭载了二档DHT变速箱 而非对手们的ECVT或电动单速变速箱 凭借着比别人多一档的优势 摩卡垂死并中精做急 升档迎来第二春 中后段能二度冲锋的他 仅用时13.40秒便完成400米冲刺 尾速达到了令人折舌的172.53公里每小时 如果您对这个速度没概念 那楚少告诉您 保时捷718 2.0T连他的尾气都闻不到 搭载了3.0T直列六缸引擎 落地价近200万的奔驰S500L4MATIC 才能跟他在伯仲之间 实测破百最快的是第二名冲线的赛利斯SF5 为4.91秒 这也让他成为了全场唯一4秒俱乐部成员 开启弹射起步模式的他 确实在赛程前段是人在前面飞 魂在后面追的加速表现 不过随着赛程深入 他的推背感也在线性下降 最终用时13.49秒完成400米冲刺 尾速162.92公里每小时 比摩卡插电性能版慢了10公里 相当于赛季初期海豚跳严重的煤奔 和大杀四方的红牛 在长直线尾速上的差距 第三位冲线的是破百用时 标的贼漂亮的比亚迪唐DMP 官方标4秒3 运动模式加ESP关闭的情况下 实测5.17秒破百 比宣称成绩慢了近一秒 重数症状是四车中最严重的 不过发动机和双电机 共同出力的特性 让唐DMP在中后程大有追进之势 最终400米冲刺共用时13.63秒 尾速高达168.52公里每小时 赛道再长点反超赛利斯也并非不可能 最后问界M5的成绩 我们当然要和赛利斯SF5对比着看 首先M5电机总功率相较于SF5有所降低 且全新换装的1.5D增生器热效率高达41% 种种迹象表明问界M5致不在性能 弹射模式下问界M5实测破败用时5.34秒 比赛利斯SF5慢了半秒 但400米冲刺用时却只慢了0.26秒 尾速甚至几乎一致 这说明什么 说明问界M5在性能表现和前作大差不差的前提下 用户体验却大幅提升了 看SF5一脚电门下去 老婆骂街了 孩子痛奶了 车内一片鸡飞狗跳 但问界M5一脚电门下去 体感不远了 头晕缓解了 车内一片副齿子笑 华为如此重视用户体验 怪不得人家花粉众多呢 接下来是四部车连续6次100公里每小时 全力刹停的制动测试 是的您没听错 为了和一车实测对齐标准 从本期节目开始 制动测试由连刹10脚降为连刹6脚 另外楚少从往期弹幕和评论中发现 某些网友特别喜欢拿横屏中的测试结论 与其他车评人的做比较 我们短了就是充值了 我们长了就是在黑车 拜托能不能不要这么二级管 制动距离本来就会根据气温地面温度 路面摩擦系数变化而变化 就连您烧空开水那费点北京市区和青藏高原还不一样呢 所以这正是同场同时横平的价值 就比如在气温38度地面温度60加的当下 四部车的制动成绩都没眼看 但互相之间却能分个高下 成绩表现最好的是搭载被耐力P0轮胎的赛利斯SF5 虽然围场里的背耐力背不耐力 但在民用车里这也算是胎中天花板了 SF5最短刹停距离38.74米 不过从第五角刹车开始 赛利斯便因制动力释放不均而出现左摇右摆的姿态 六次平均刹停距离40.23米 第二名是搭载了马牌EC6节能胎的摩卡性能板 最优刹停距离39.77米 摩卡在六次测试中出现了明显热摔 最长一次45.46米才刹停 平均成绩41.68米 友情提示他的车主们 在盛夏开长下山路时 可以巧用最大力度的动能回收降速 避免长时间踩刹车造成过热衰减 第三名是问界M5 他的轮胎品牌尺寸规格 甚至车重都和赛利斯SF5神机一致 但最优刹停距离却在40米开外 为40.06米 六次平均成绩41米整 虽然制动性能有所下降 但刹车姿态却大幅改善 为华为送上今天的第二个赞 第四名的位置 比亚迪表示 除了勒克莱尔和阿森纳 谁都不要跟我抢 虽然搭载了四条胎宽265的 米其林PS4SUV轮胎 但这丝毫不妨碍唐DMP 只能拿出40.51米的最优刹停成绩 六次中也出现了明显的热摔 最长一次同样用了45米加才停下 平均刹停距离41.80米 顶尖轮胎傍身却打烂一手好牌 只能说唐DMP制动总成的性能 着实拉垮 接下来是考验四部车 紧急躲避障碍物时 容不容易失控的迷路测试 要知道他们四个中 最轻的摩卡性能板 自重也在2.2吨以上 这哥几个要是在紧急变线中失控 岂不成了公路保龄球碰上一个带走一个了吗 所以迷路表现相当重要 成功通过速度和主观一空度表现双高的是问界M5 迷路成绩75.0公里每小时排名第一 对于一部2.3吨的中性SUV来说 已属优异 M5转向手感中性 悬甲支撑到位 ESP的工作表现尤其值得表扬 在重心转移最剧烈的B库内 制动降速效果非常明显 甚至将左前轮杀到有些暴死 最大限度避免了侧翻或失控风险 主观一空度三星半 说完问界M5 我们紧接着来看前座赛利斯SF5的表现 SF5悬架条较明显软于M5 激压方向时支撑性不足 让车辆受重心转移影响较大 很容易出现漂移甩尾姿态 像是在说 嘿 bro 你看我从那像不像保持尖把看 但车手和摄影师表示 我真的回谢 避免可空度只能得到两身半 麋鹿成绩也仅为72.0公里每小时 排在倒数第二 从操控稳定性维度判断 问界M5机械层面绝非赛利斯SF5的换壳 它的转向 悬架和ESP 无疑经过了一番重新优化标定 成绩排在第二的是比亚迪唐DMP 成功通过速度74.4公里每小时 它的体重是全程最强的超过了2.4吨 如此大快头在几大方向时产生的动能之大 可想而知 所以唐DMP的ESP 一改比亚迪往日借助力度轻微的调教风格 在快速转向的第一时间便施加大力之动 让车速迅速降低 再加上米其林PS4SUV轮胎强大的机械抓地力 让它在迷路测试中的中后段 完全是近在掌握闲停信步的状态了 主观异空度甚至比问洁更高 可以给到4星半 成绩店里的是摩卡性能版 成功通过速度近71.9公里每小时 全场最软糯舒适的悬架 在这个项目中无疑成了硬币的反面 击打方向时侧倾严重 ESP滑水般的工作态度 也没能有效的制动降速 舒适模糊的转向 也让摩卡的动态反应总是慢半拍 迷路表现犹如航母掉头 主观异空度三星 我裙带都解了 你就给我看这个 直线加速赛这戏是您点的呀 我们还附赠了迷路测试 虽说没人到100吧 但这种刺激强度还不能让您满意吗 一定会有弹幕说不如赛到极 想当30万级最好的混沌SUV 他们的圈速表现总不能笑死赛到极吧 所以让我们去赛道里拉爆那四台车吧 这场尊严保卫战依旧在全长1.994公里的 一车金港赛道打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赛道极的圈速 在气温27度的条件下 独腿车手维斯塔超开赛道级的成绩为1分20秒21 他在向光明磊落下战书的时候也提到 只要对方能开进1分21以内 且持续7圈就能把车免费领走 说明抛开车手水平参差 赛道级被其车主认可的一车金港圈速是1分21秒 四部混动中型SUV在33度的气温下 只要能比这个目标圈速快 那赛道级及其粉丝们就没有笑死我们的资格 此刻大家一定在翘首以待问界M5的成绩 那我们就来看赛利斯SF5的表现 一号弯前长支线赛利斯SF5尾速为154.76公里每小时 这对于一部扭矩超过800牛米的参数猛兽来说并不算快 一入弯 SF5悬架支撑不足的短板便暴怒无疑 车身侧轻明显 超过2.3吨的车重叠加惯性压向一侧车顿 几乎让SF5逢弯必推 不过出弯时电机顺时响应的特性和充足的动力储备 又在不断追回劣势 冲过龙门圈速定格 1分19秒03 远比1分21要快 轻松上岸 有了前座这碗酒垫底 花粉们可以松开因紧张而攥紧的拳头了 我们来看问界M5的圈速 长支线尾速153.94公里每小时 略慢于SF5 这也是二者动力参数差距的真实写照 不过以锦弯你完全无法相信 这俩是一乃同胞的至亲 M5悬甲支撑更为坚挺 转向更为中性一控 弯道稳定性明显优于前奏 这样它在助波弯和三连发卡弯中 用时均比SF5更短 不过在迷路测试中 楚少也曾说过 M5的ESP系统大概率经过重新标定 更偏向安全保护而不是放纵乐趣 所以M5飞行圈中受ESP的限制会比SF5要更多 冲过龙门圈速揭晓 1分19秒53 动力储备和ESP风格两个因素 让M5比SF5小慢点5秒 但也顺利上岸 花粉的心是放肚子里了 但敌粉们的心还悬着呢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唐DMP的成绩 唐的车身比温基M5 足足长出了10厘米 重量多100多公斤 这些对赛道来说可都是要命的因素 长直线末端 唐DMP做出了159.54公里每小时的尾速 远胜两部小康 这也正好对应了直线加速赛中 发动机电动机双管旗下 让比亚迪中后段动力表现更好的特性 不过以紧弯 唐尺寸长灵活性差 车重臣惯性大的缺点便暴露无遗了 哪怕米其林PS4宽度已经达到了265 但想让唐DMP弯中不推头 米胖也表示臣妾做不到啊 这部车在弯中的测轻能大到什么程度呢 大到中控屏 甚至随弯起舞 忽横忽竖的程度 在之前迷路测试中 我们夸过DMP的ESP标定 那就是颗定心玩 但在赛道里简直变成了降压样 每当你激情上涌想要犀利攻弯时 ESP便会施加制动并限制动力 强制打乱节奏让你冷静下来 最终挣扎跑完全程 圈速定格在1分22秒74 没能上岸 让赛道级见效了 看完唐DMP的成绩 车身尺寸还要更大的摩卡 撇持一位性能板不禁色色发抖 忐忑的心颤抖的手 实力到底有没有 来看他的成绩 长直线末端尾速高达162.71公里每小时 比问界几乎快了10公里 多别人一个挡位 确实让摩卡时速惊人 不过进入弯道超软的悬架 让他也是小挺要翻的姿态 ESP也多少会在弯道中 对他的动力有所封印 不过当摩卡车头摆正进入直线后 他的追击速度当真是太快了 随着摩卡离龙门越来越近 唐DMP的脖子也撑得像冰满一样长了 冲线 圈速定格为1分20秒41 算是扯着赶海人的后腿上了岸了 摩卡表示 直到快才是真的快 谁弯道不会拐弯啊 至此悬念彻底揭晓 除唐DMP外 其他三位选手成绩均优于赛道级 不过这四部车有一辆算一辆 其实都是纯纯的家用车 因为他们的最快圈速 无一例外都是在第一个飞行圈中做出的 之后便会性能衰减 嗯 刺激 趁着您高兴 咱们把这个slogan顺便给批一下 刺激归刺激 但这闪光点有点脱离群众了吧 赛道大玩家毕竟是少数 小镇节油家才是大多数 想当30万级最好的混沌SUV 燃油经济性才是核心竞争力吧 确实 想当最好 那油耗绝对不能是混动SUV里的刺客 既然测 咱们就测个不留情面的 亏电油耗测试 马上安排 四部车对亏电的界定相当悬殊 温健M5和赛利斯是30%以下极为亏电 两部车测试初始电量分别为26%和25% 唐天MP是15%以下为亏电 我们测试初始电量为11% 摩卡PHEV性能版则相当极端 电量可以允许用户用到pergain玩儿镜 所以它的测试初始电量仅有3% 听到这儿不少键盘侠已经按捺不住 要喷我们标准不同意了 别急 测完亏电油耗 我们还会测纯电续航呢 亏电线设得高 发动机介入点就靠前 纯电续航里程就短 所以背着抱着一边沉 油耗测试当天有时风雨有时晴 气温最低22度最高36度 设定为24度风量自动的空调 负载也就时高时低 四部车驾驶和动能回收力度 均调至标准或舒适模式 测试全程共计245公里 城市环路和高速公路里程占比约为2比1 城区路况因下雨影响 整体畅通偶有拥堵 平均速度42公里每小时 高速则一路畅通 我们顶着限速100行驶 只在几次进出收费站时浪费的时间 平均速度79公里每小时 测试全程的平均速度为50公里每小时 无论您觉得是快是慢 总之对厂商四车来说 均是同工框下的公平竞技 另外我们也会阶段性交换驾驶员交替投车的顺序 防止不同驾驶风格和吸尾流的跑法影响测试结论 接下来公布测试结果 亏电油耗第一和垫底的均来自同一个厂家 问件M5实测亏电油耗仅为6.81升每百公里 哪怕不怎么充电当个油车时 这样的油耗表现对于一部中型SUV来说也是喜人的 但M5的前身赛利斯SF5则是全场最废油的 实测亏电油耗高达9.00升每百公里 说明问件更换热效率更高的增程器是多么明智的决定 哪怕这台增程器必须吃细凉 但以当天95油价9.65元每升计算 问件M5的燃油经济性仍是全场最佳 每公里油费为6毛6 赛利斯SF5虽然92号油即可满足 但每公里油费高达8毛2 相当于亏着电没跑100公里 赛利斯SF5的车主就把五瓶刚买的冰镇可乐全吃地上了 看来某位车企大佬喷增程式混动技术落后 这事儿啊真也分车 成绩现在还剩唐DMP和摩卡撇置一杯性能版没公布 不过排名呢是显而易见的 比亚迪向来在油耗测试中难逢匕首 而长城此前从未在一车横平的各项油耗测试中战胜过比亚迪 所以今天他就赢了一次 摩卡相当版实测亏电油耗7.87升每百公里 一笔问界多一个油的成绩排名第二 唐DMP实测亏电油耗8.04升每百公里 区居第三 二者均是加92即可 每公里油费一个七毛一 一个七毛三 其实这个排名啊完全在情理之中 都不用分析啥混动工作逻辑 变速箱挡位数量的 要知道摩卡PHEV性能版 比唐DMP轻了近200公斤 不是更省油的那个 那才是怪灾了 由于四部车都有着标称 150公里以上的纯电续航能力 相信绝大多数车主 还是会选择纯电出行 那在测试四车纯电行驶里程之前 我们先来测试一下 它们的补能速度 为了不让较低的充电功率 耽误孩子们起飞 所以节目组选择了 国王160千瓦超充装 进行补能测试 四车电量出始值 基本和亏电油耗测试 结束时的电量相同 补能速度的投名 向来是比亚迪的囊中之物 这回也不例外 唐DMP供用时 一小时两分钟 便完成了 从电量11%到100% 充电桩显示充电量46.34度 平均下来 每分钟能充1.27度电 充电峰值功率达到了79千瓦 吊打全场 高效充电区间 从15%覆盖到电量60% 不过装显充电量 比唐DMP本身电池容量45.8度还多 充电前电池组可还有着11%的余电呢 这要么是唐DMP充电损耗 档帧是有点高 要么是电池实际容量 不知厂家宣称的45.8度 和唐DMP用时相同的是 问界M5 但问界是从23%充到了100% 充电桩显示充电量32.43度 平均每分钟充0.85度电 它的充电峰值功率远低于比亚迪 仅为53千瓦 高效充电区间 从25%覆盖到电量60% 另外 说到充电时长 楚少有必要跟大家汇报一个 问界M5在这几天测试中 高频出现的充电bug 就是当这部车充电时 无论由于任何原因造成了充电中断 我们都无法第一时间启动并挪走车辆 因为整部车的状态就和通电不点火是完全一致的 此时车机可以正常操作 但无法挂挡 空调压缩机也不置冷 而且无法正常充电 由于这个bug高频发生 所以久病成一的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是彻底断电锁车并静置10分钟 再启动便一切恢复如常 再次插箱也可以正常充电 但全过程车机及手机APP并不会有任何的自救提示 我们致电官方售后 对方表示从未遇到过此类的情况 但给出的解决方案也是重启加静置治百病 有同款症状的问界车主可以在弹幕里抠一 让我们看看这个bug是否如官方所说是极其罕见的个体现象 在此也有情提示各位问界M5的车主 如遇同款bug不必惊慌 也不必急于找救援 按我们摸索出的操作方法便能成功搞定 不能用试第三的是摩卡PHEV性能版 一小时三分钟可以从电量2%充到100% 充电桩显示充电量38.62度 平均每分钟充0.83度电 它的充电峰值功率和问界几乎相同为52千万 不过高效充电区间是四车中覆盖率最高的 可以从电量10%覆盖到70% 补能速度最慢的便是赛利斯SF5了 快一个半小时了才从初始电量27%充到99% 充电桩显示充电量27.47度 平均每分钟才能充0.43度电 它的充电峰值功率全场最低 仅有可怜的37千万 高效充电区间从30%覆盖到电量65% 看来最适合SF5的补能方式还是成熟成熟的加冲吧 满电后四车续航测试干就完了 驾驶模式动能回收力度以及空调设置均和亏电油耗测试时相同 测试路况均为高峰期过后的城市环路 平均速度能达到45公里每小时左右 每部车均以发动机或增程器强制启动工作的一刻为纯电续航的结束 直接公布成绩 纯电续航里程最长的是唐DMP 凭借八门顿驾全开 唐可以允许驾驶员把电量一直用到10% 发动机进入时实测纯电行驶里程为205公里 标显平均电耗18.4度每百公里 唐DMP WLTC标称纯电续航为189公里 也就是在电量还剩10%的情况下 唐将自己的续航达成率飙到了108.5% 除了比亚迪外 厂上还有谁能把续航达成率干到100%以上吗 还真有 那就是摩卡PHEV性能版 它在电量剩20%发动机强制介入工作 此时行驶里程已经来到了180.1公里 标显平均电耗22.2度每百公里 摩卡WLTC标称续航为175公里 相处得到续航达成率为102.9% 纯电续航里程排名第三的是问界M5 当电量剩余20%时增程器强制启动 行驶里程定格在165.9公里 表显平均电耗18.3度每百公里 M5WLTC标称续航行驶里程为180公里 实测续航达成率为92.2% 也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 纯电续航里程及达成率双电底的便是赛利斯SF5了 当电量还剩20%增程器便猴急的强制介入了 此时行驶里程仅为123公里 标显平均电耗18.4度每百公里 SF5没有公布WLTC续航数据 其NEDC标称可纯电续航180公里 实测达成率仅为68.3% 当测完四部车的亏电油耗和纯电续航后 我们就可以相加两项数据 计算出每部车满油满电状态下的油耗表现了 大家觉得谁能问鼎这个综合总冠军呢 先来排出一个送分项 两项数据均电底的赛利斯SF5 无疑和冠军无援 它累计行驶369.3公里 加油22.16升 计算得出综合油耗6.00升每百公里 能耗表现基本可以开除混集了 第三名是摩卡PHEV性能版 累计行驶423.1公里 加油19.13升 计算得出综合油耗4.52升每百公里 那究竟谁是第一谁是第二呢 花粉和敌粉我究竟会得罪谁呢 对不起了敌粉们 唐DMP还是败给了问基M5 唐累计行驶448.8公里 加油19.59升 计算得出综合油耗4.36升每百公里 问基M5累计行驶413.2公里 加油16.83升 计算得出综合油耗4.07升每百公里 拿下总冠军 花粉们可以开香槟了 在和四部车充分撕摩过后呢 来给他们的使用感受排个座次 在相继开完赛利斯SF5和问基M5后呢 我不禁感慨升级迭代真是快 老车主变成大韭菜 两部车之间啊 远不止这个外观内饰鸿蒙车机 这种显而易见的差距 而是行驶品质上的高下立判 SF5比较明显的槽点呢 有三个 一 细节设计啊 完全是半成品 这点从中控台居然没有背脱 就不难看出来 二 工艺呢 不够严丝合缝 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啊 能明显听到 因前锋挡无死角漏风而发出的那种 类似收音机信号不好的杂音 三 底盘绿阵呢 毫无节制的软 无论是过坑过坎 还是行驶在略有起伏的路面上啊 车身都是一波三折 久久不能平息的大状态 但这三点呢 在问界M5身上啊 基本上被解决的七七八八了 首先 行驶质感上 问界M5呢 无限近似于理想万 底盘的隔绝感和厚重感很强 绿阵的风格呢 也从一味的柔软 升级成了恰当的柔韧 开船的感觉呢 被封印住80%了 缺点呢 是在亏电状态下 增程器工作时候的噪音和震动呢 还是挺明显的 感觉始终都在高转速运转 这方面呢 问界的四缸机 并没有比理想万的三缸七 表现出任何的优越 内饰布局和功能设计上呢 问界M5明显比SF5啊 要成熟很多 但还是有两处槽点 一 中控台水杯槽的这个线位啊 太矮了 导致在力度较大的加速或者刹车的时候呢 水平会前仰后合的放不稳 二 雨天低速驾驶的时候 会清晰的听到后雨刷电机吵闹且高频的噪音 比亚迪DMP的行驶质感呢 本场中仅好于赛利斯SF5 这个名次啊 也是老平台上线不高决定的 它动力的平顺程度和响应的线性程度呢 无可指摘 但是槽点啊有两个 一 悬架调校的水平一般 感觉避震器和弹簧刚度的匹配呢不太好 这就让它在压过坑洼的时候啊 滤震又硬又颠 但行驶在正常铺装路面时又有些忽忽悠悠像开船一样 第二个槽点呢是刹车踏板的脚感啊不够线性 行程很短力度很沉有点像踩开关让人缺乏信心 其实唐DMP呢本身行驶素质并不差 但它身边的对手们啊都在进步都在推陈出新 而它的底盘质感呢甚至赢不过自家小弟Song Plus DMI 对于唐这个旗舰车型来说呢是时候该大破大力了 最后摩卡DHT PHEV啊我觉得可以超越问计M5 获得行驶质感方面的第一 此前在测试拿铁DHT的时候呢我曾经吐槽过啊 它极加速动力响应呢不够线性 需要等二档DHT变速箱降挡推背感才来阶梯感明显 但摩卡PHEV性能版呢由于前后双电机的加持 换挡的持质呢完全被电机顺时响应的特性啊就给填平了 所以开摩卡PHEV啊动力上只有一种感受 那就是特别爽踩就有 而底盘质感的厚重悬架绿震的软弱呢 又一直是这部位牌旗舰的传统优势 所以摩卡PHEV性能版可以算得上30万级混动SUV 驾驶质感方面一个阶段性的天花版了 对比行驶质感属实是多余了 在这个时代还把驾驶当乐趣的人 那活得得多没有乐趣啊 想当30万级最好的混动SUV 不是要想方设法让车主们开着好 而是要让车主们开的少 也就是得有足够强的替车主开车的能力 这几部车都有高阶驾驶辅助功能 至于谁的ACC自适用群航和AEB主动刹车系统更可靠 这就让他们证明给林凯 我们先来测试一下使用频率更高的ACC自适用巡航 测试路段依旧是巴达陵往北京城区方向的一段山路高速 在这条路上各车的辅助驾驶会遭遇明暗变化的隧道 曲率较大的弯道 三变二合并车道以及限速60到100的速度变化 考验维度相当综合 评判优劣的标准简单粗暴 就是在这段35公里的旅途中 谁的ACC需要人为介入接管车辆的资数少 谁的表现就好 来看各车的省心程度 辅助驾驶表现最稚嫩的就是比亚迪唐DMP 过程中驾驶员共5次手动接管了车辆 两次发生在光线昏暗的隧道中 系统无法识别到车道线导致退出工作 另外三次均是在过大曲率弯道时 系统无法将车辆保持在车道内 冲到别人的车道上了 排名倒数第二的是赛利斯SF5 测试员人为接管车辆四次 其中一次是在车道三道收窄变两道时 SF5无法跟随白石线完成自动并道 其他三次均是在过大曲率弯道时 车辆无法在车道内保持住 另外SF5辅助驾驶有个很淡纯的逻辑 只要系统失败退出后 必须重新启动车辆才能再次使用ACC巡航 简直是哪里跌倒就地躺平 除非你刷新我的记忆 那问剑M5和摩卡撇置一位性能版 究竟谁才是驾驶辅助的王者呢 其实没啥好故弄玄虚的 问剑M5被人为接管一次摩卡零次 二者看似差距不大 但实际表现简直云迷之别 问剑M5可以轻松通过三边二车道收窄 和隧道昏暗光线下行驶的关卡 但在面对大曲率弯道时 还是发生了一次冲出车道的情况 不过M5比SF5的系统逻辑就要阳间多了 虽然从人为接管 恢复到ACC接管的识别准备时间较长 但最起码不用下电重启了 M5这套系统有个槽点不得不图 就是太离不开人了 驾驶员光死死钻住方向盘还不行 因为系统仍会频繁提醒握好方向盘 导致你必须要不断轻微晃动方向 让系统知道人在呢才行 可以说问剑的ACC降低了驾驶疲劳度 但又没完全降低 不过这全赖博士跟问剑 特别是跟华为没有任何关系 最后摩卡PHEV性能版 与其说是在测试 不如说是在表演 设置好目的地导航 并打开它的智慧领航辅助后 车辆会自动识别限速 如果车道内有慢车 摩卡会自动打灯向左便到超车 且动作干脆利落 测试路段中 所有大曲率弯道都能稳稳通过 甚至在接近目的地时 摩卡会自动提前向外侧车道并线 并驶入扎道 过程中一系列动作 让驾驶员不断喊出缩写为WC的感叹词 35公里测试中 人为接管车辆次数为0 虽然摩卡性能版 已经拿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表现 但我们还是要鸡蛋里挑骨头 说几处能优化的地方 即使在过大曲率弯道时 摩卡会把速度降到只有40多 而且弯前的减速和弯道中的方向控制 都略显生硬 不够老司机 另外就是自动超车后 摩卡不会并回原车道 而是继续在左侧车道行驶 如果此时前方再有慢车 且它已经在最左侧车道了 那自动超车功能便无法施展 只能人为完成超车后 该功能才能再被激活 继续看走神的时候 能挽救车主于倾家荡产边缘的 AEB主动刹车系统的表现 结合网进一车横平的测试结论 本轮共三大看点 一是问界M5能否比前座赛利斯SF5成绩全面提升 二是摩卡2.0T燃油版此前在该项测试中的表现 那简直是痴情难 把把壁咚 看看插混车型能不能打个翻身仗 三是唐DMP作为比亚迪油电共用平台车型中 雷达数量拉满的代表 能拿出怎样的表现 测试前我们将唐DMP和摩卡性能版AEB系统灵敏度 调制中档 两部小康则不支持灵敏度设置 先来看AEB面对静止假车的表现 由于目标反射面积大且留给系统的反应时间长 所以难度只算入门 摩卡PHEV性能版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和问界M5成绩并列第一 均为时速60克沙亭 另外值得特别表扬的是摩卡在时速50以上触发系统时 安全带会主动勒紧驾驶员 这一处细节沃尔沃深表认同 并送上了今天的第一个赞 赛利斯SF5和问界差距明显 只能做到时速30克沙亭的及格成绩 我们在几次尝试40时 要么系统完全无法识别甲车 要么就是识别后浅沙一脚就马上松开 导致失败地动 唐DMP成绩为时速50克沙亭 比亚迪旗舰这种表现恐怕令敌粉们不太张脸 接下来难度升级 考验视线被挡且前车突然变线后 AEB对静止甲车的反应 上轮表现惊艳的摩卡和表现平平的唐DMP 该项目均拉胯 虽然系统都识别到了甲车 但哥俩或制动接入太晚 或浅沙一脚就放 均未做出有效成绩 问界M5和赛利斯SF5时速30克沙亭 虽仅为及格表现 但也是聊胜于无 第三项让AEB面对身高仅1米2的静止儿童甲人 虽然目标反射面积小且极易和道路环境相容 但回到考缸内 四车都做出了有效成绩 表现最好的是摩卡PHEA性能版 和面对静止甲车时一致 均做到了时速60克沙亭 唐DMP和两部小康本轮占平 均时速50克沙亭 SF5面对甲人比面对甲车表现要好 车主们也算能聊以自慰了 最后一项是难度拉满的儿童甲人鬼探头测试 由于目标反射面积小且留给系统识别反应的时间极短 四车成绩果不其然均有所下滑 其中SF5连时速30的及格线都没通过 问界M5和唐DMP本轮打平 但成绩也仅为时速30克沙亭 表现最亮眼的还是摩卡PHEA性能版 能做到时速50克沙亭 在一般机飞混合路上已经有实用价值了 测试做完三大看点也就有结论了 一 问界M5主动刹车表现确实比SF5有所升级 但同级横比不算能打的 二 仅从两期测试结果看 插滚版摩卡AB表现远强于燃油车型 但各种原因究竟是位牌真的厚此薄比 还是上回车辆系统有问题 我们难下结论 三 唐DMP虽然已经是比亚迪油电共用平台的旗舰级车型了 但主动刹车表现 着实一般 想当30万级最好的混动SOV 除了要有出众的性能 高效的能耗 可靠的辅助驾驶系统之外 毕竟都是中型SOV 所以得空间舒适度者得天下 您在做主事之前也做了多年的空间体验工具 空间体验不温 所以虽然这部分您没有要求 但我们还是准备为您加测一下 这项测完再结合此前测试的排名 这句slogan的归属也就能定了 测吧 之前都是别人看我 今天也换我看看别人 不过这slogan今天是批不下来了 我们这儿倒点下班 你自己决定好30万级最好的混动SOV是谁 明天给我电话 庄主持 要不今天咱们就 好吧 你下你的班 但宇宙不爆炸 横平不放假 有请首次亮相 就让老铁们小鹿乱撞的小鹿 来感受一下四部混动中型SOV的空间舒适度表现 体感垫底的无疑是赛利斯SF5 十年首次造这种车的赛利斯像极了第一次学化妆的女孩子 手法拙劣 但想法大胆 满心只有一件事 我不仅要模仿跑车的外面 我还要模仿跑车的里面 所以他硬生生给SF5的后排安排上了赛车同椅 固定式头枕和笔直的椅背角度 较为大只的朋友如果长途乘坐 内心一定会想 我做的这是载具还是刑具 经过SF5的销量独打后 问界M5终于回归正常家庭了 其实两部车后排腿部空间基本一致 在同级都算不上大的 但问界M5头部空间却比SF5强了不少 对于身高170的小鹿来说 一个只有一拳 另一个就陡增到两拳 完成这个空间魔术 问界靠的就是用玻璃天幕替换掉SF5上的织物顶棚 不过这天幕的采光有点过分好了 随车附赠的遮阳帘 咱该织还是给织上 同样的小聪明的问界还用在了座椅包皮上 官网宣称其为 纳帕纹真皮材质 其中这个纹字和木瓜牛乳味饮料中的味字 起相同作用 不过哪怕不是真哪怕 但M5后排乘坐舒适度相较于SF5已经是妥妥的升仓了 摩卡PHEV拥有四车中最长的轴距和最宽的车身 主打大五座的它在空间舒适度方面是毋庸置疑的好 座椅也足够软糯喧腾 不过作为售价超30万的家族旗舰 摩卡性能版后排的配置则稍显寒酸 遮阳帘是手动的 椅背调节是手动的 通风加热也是一概没有 让摩卡变得寒酸的罪魁祸首当属糖点屁 这部车的车主花费1万元升级的6座真响组合套装 不仅让7座变成了2加2加2 更独立更遵享的6座补局 还让第二排座椅拥有了加热通风和花活超多的按摩功能 除此之外 第二排独立空调 脚下纯平空间 座椅电动调节在搭配上本就不错的头腿空间 让DMP在空间舒适度方面体感拉满 至于第三排的乘坐感受 只能算中型SUV中的常规表现 坐垫担保 坐姿马甲感较强 但满足临时通勤问题不大 所有测试做完后 我就可以盘点一下三位客户究竟应该主推谁了 庞DMP今天的种种表现再次让我坚定了一个理念 那就是混动比亚迪能一通乱杀的价格区间 是20万以内 所以它不在争贯行列 问界M5相较于SF5的提升 如果我是老款车主 真的我哭死 它在车机生态操控素质和能耗三方面是全场最佳 但摩卡扁这一位性能版似乎也旗鼓相当 动力表现 智能驾驶辅助和乘坐舒适度都要更好 这该推谁呢 经过深思熟虑后 我做了个明智的决定 哪家水军骂人凶我就推谁 毕竟网爆这种事 友一就不想再二了 电话可以打了 您好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您好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Slogan审批委员会主事爽猛 因过批多条夸张Slogan 制造行业宣传内卷 引导攒钱不易的消费者进行盲定消费等行为 一律发配 世上本无最好之车 只有最适合自己之车 为消费者提供尽可能多的配置 和尽可能好的用户体验 本是好事 但如果借此妄称天下无敌 唯我最佳 便是卸读了Slogan的名义